开来 后车 警方到场掏出手枪 对准嫌犯大声喝令 没想到嫌犯却拿着刀步步逼紧 放下 把刀子放下 开来 开来 警方朝嫌犯脚边开了一枪 子弹弹跳却打中嫌犯右腿 警方赶紧上前压制 将嫌犯上靠松衣 原来他居然狠心砍杀自己的薄膜 不滚了 整个很大缸 这个血液流到没了 邻居会声慧影说 死者被砍到血都快要流光 命案发生在台南上话8号上午8点多 嫌犯到伯母家 不知为何居然持刀挥砍 伯母身中树刀 倒过血泊中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而嫌犯则持刀逃离现场 从容冷静走了一公里回家 全被路口监视器拍下 邻居说嫌犯经常情绪不稳 更是被猎管的患者 没工作靠渣人生活 连伯母都经常给他钱 他居然狠心下手 嫌犯中弹后送医治疗没有生命危险 究竟为何肯心伤害伯母 犯案动机还有待调查 明镜与我等待调查